缘分的一种感觉吧 拿到那个排球的时候 就是感觉就很想去摸摸它 然后去打一打它 虽然说拿了奥运冠军了 但是我才22岁 我给自己定的目标 是每天进步一点点 希望就是自己 一线的这个场地上面 贡献完之后 我还可以同样的 能够在这个体育的基础上面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贡献 我觉得你排进步就是一天天积累的 大家看不到的每一天 我觉得每一天是非常艰难的 这太厉害了 我把砸了 慧若琪 江苏女子排球队队长 此时她在备战四年一度的全运会 她是江苏乃至中国女排 近十年最优秀的 几名排球运动员之一 高 高 高 2016年 慧若琪曾以队长的身份 带领中国女排 获得李约奥运会冠军 她说应该还是会给二位 当场连发球 出发了不错 他太厉害 他打住 慧若琪探头把球打死 12号队长慧若琪来自江苏 李约奥运会 慧若琪打入制胜一球 拿到奥运冠军的画面 是那一年中国体育最感动的画面之一 只是很少有人理解 她为什么哭得如此伤心 在距离奥运会开幕 还有几个月的时候 慧若琪经历了人生的第二次心脏手术 这次手术让她直面生死 刚手术完就觉得那时候刷牙 心跳都飙到很高 然后在我就感觉到 就自己可能连个正常人的生活 都已经达不到了 然后就很难再去想象 怎么再回到球场上 当时就觉得 其实打不了排球 就感觉天有点塌下来 因为这之前自己 一直很专注的一项事业 没有想过自己打不了排球 或者怎么样 没有做好过这样的心理准备 下面的机会 的这个维团 要不做好 就好好好 这就是真正的 我们都接到 都没办法 确定的 我们就很容易 就不 olm达过 脏不右 突然 在这边 可以 你 这个 非常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挺累的 因为我们在那边打比赛的时候 前面训练抓得也挺紧的 因为马尔全运会了嘛 明天还要训练 还没退役 惠若琪已经对未来赛场之外的生活 做着各种尝试 拍广告 做志愿者 组织公益活动 惠若琪在业余时间做了大量工作 与排球场上相比 这样的生活需要很长一段适应期 我们平常跑就跑 谁怪好不好看呢 所以你这次比他们别人跑得美不是就更好了吗 就突出来了呀 那下以后 如果几个月之后 满大街都是你的海报 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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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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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这个摄影师多少钱吗 可贵了 你要是自己学完拍写真的很贵的 让你看到凌晨四点的太阳 学科比呢 凌晨四点还没顺行把你拉起来拍摄 然后晚上十点拍完了 说好的一天只能拍八个小时呢 我拍出了十八个小时 在拍球场 惠若琪打拼了近二十年 同样 在未来离开球场的日子里 惠若琪也要在众多的职业选择中 找到那个适合自己的厂商位置 以前就是很多人说 哎呀 拍球你不能打一辈子啊 但是我不会去仔细想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离我很遥远 就是我现在就问我自己 或者自己的职业生涯如果一旦结束的话 那我能干些什么 我就觉得我好像什么都不会 就是即便是会 因为你也没有能突然拿得出手 我这项做得特别好的 特别引以为傲的一件事情 26岁 对于排球运动员 正是职业生涯的巅峰期 但对于惠若琪 除了要维持正常的训练 还要付出别人几倍的努力 在赛前的时候的训练 我是很努力很努力 才能达到就是我之前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水平 然后训练太累了之后 身体恢复不过来 我需要一两天的缓解的时间 我也是在每天很纠结当中去度过的 我觉得就是精神压力会特别特别大 然后甚至有的时候练得非常累的时候 会觉得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会有一点点难过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在消耗自己的身体 江苏女排在全运会的最好成绩是第四名 两个月后 四年一度的全运会又将开赛 江苏是惠若琪的成长之地 她要在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 和队友一起为江苏女排取得一个像样的成绩 顶着伤痛 以及随时可能腐发心脏病的压力 惠若琪带领江苏女排走上了领奖台 惠若琪以中国女排队长的身份 在拿到奥运会冠军之后 又以江苏女排队长的身份 拿到了这一届全运会的冠军 这样的成绩 几乎是所有女排队员心底的梦想 奥运会和全运会 球迷们看到了阳光积极的惠若琪 但这背后的艰辛也只有她自己才能体会 在全运会的赛程当中 很多比赛其实我已经打不了了 就是我需要退黑速来促进自己的睡眠 我有到到全运会医疗站里边 专门去做检测 医生也跟我说 他说你坚持坚持就不要再打了 因为就是你这真是在玩命了 如果就是一直这样坚持打下去的话 他说你现在这个功能状态 能把这个比赛打下来 其实已经算是一件 他们觉得是挺奇迹的事情了 全运会后 会若琪将开启自己转型后的生活 体育场内 他赢得了辉煌的荣誉 但离开球场 一切都将归零 26岁 会若琪不得不离开赛场 面对未来 对于我来说 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我觉得就是走一步 然后去思考自己可预见性的未来 2018年7月1日 上午10点 中国女子排球国家队 正在准备当晚对巴西队的比赛 本次世界女子排球国家联赛总决赛 是今年世界女子排谈最重要的赛事之一 在会若琪退出国家队之后 河南女排的朱婷 接过了国家队队长的重任 逐渐成长为中国女排的旗帜与核心 我想朱婷 他因为也经过了一个周期的磨练 特别是这两年 就是当我们的一些老队员推移以后 他也是责无庞贷地担起这个责任 这两年又在国外打了 这个很高水平的联赛 那么在技术上和球场上的 这个核心作用是非常突出的 朱婷成长于河南女排 是当前世界女子排谈的第一主攻手 在中国女排 她是迄今为止 唯一在世界最顶级排球俱乐部 效应的中国球员 看完点数字不如新冠领路吧 就是可能每个地方 有每个地方的打法吧 欧洲的来说的话 现在这几年在土耳其联赛 是比较高水平的 很多医学员都去那边了嘛 9号 罗伯特 2号 朱婷 朱婷个人已经拿到了太多荣誉 然而在东京奥运周期 作为新任队长 要带领中国女排再次获得荣耀 这是朱婷未来几年最重要的任务 其实女排精神不仅仅是体现在比赛场上 更重要是大家看不到的每一天 我觉得每一天是非常艰难的 朱婷是当前中国女排的核心 做好这个核心 朱婷要面对很多不为人知的难题 朱婷从欧洲俱乐部回到河南省队备战全运会议赛 回国不到半个月又要去日本参加市聚杯的比赛 为了赶上比赛 当天训练到下午四点后的朱婷要抓紧时间休息 因为她要在凌晨两点动身赶到东京与球队会合 十几个小时之后 朱婷作为主力队员又要登上市聚杯的赛场 时间紧迫 频繁转场 这成为朱婷这段时期绕不开的难题 出发不到两个小时 车子在高速路上突然爆胎 慢性的是车子安全地停靠到了路边 凌晨四点的光线 使得在高速路边换胎变得十分危险 而耽误的时间又不知道 会不会影响到朱婷的航班 球场上 球迷看到的是朱婷霸气的扣球 但作为中国国家队 欧洲俱乐部 以及荷兰省队的三重核心 朱婷在欧洲要面对文化 语言等等难题 回到国内还要面临时差 行程等原因 对身体状态造成的影响 赛场之外 朱婷要面临更为复杂的挑战 竞技体来说的话 每项 每个项目都是很累的 怎么说呢 就是说如果你喜欢他 你就自始至终地 然后去把它做好 过去的两年 朱婷参加的比赛数量 已经快要达到他身体承受的极限 但在新的奥运周期 带领中国女排继续前行 朱婷没有选择 2017年10月 中国的女排联赛拉开了帷幕 在朱婷前往欧洲打球之后 张长宁是中国女排联赛 综合能力最强的主攻 而这个赛季对他而言 还有着特殊的意义 张长宁主攻手 刚刚两年的职业生涯 就连续获得中国女排联赛 最有价值球员的称号 在惠若琪离开球队后 张长宁接过了惠若琪 江苏女排队长的重任 2017年10月28日 联赛的第一场 也是张长宁做队长的第一天 我觉得这一出我努力的方向 就包括原来不是队长的时候 自己也希望能够承担得更多 只是现在就是承担得 更理所应当的一些而已 张长宁是江苏女排 最主要的得分手 连续两年中国女排联赛 总得分排名第一 然而一个优秀的队长 并不能仅仅用技术最好 或是得分最多来衡量 第一年当队长 张长宁还没有适应 这个新的角色 联赛进行了一个月后 江苏女排将前往沈阳 参加队辽宁的比赛 辽宁队是老牌强队 这也是张长宁做队长之后 面临的第一次考验 第一场课程是在四川 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 所以在一个相对比较强的 队伍上的课程 我觉得在这方面 我们有做好一个相对应的准备 上赛季江苏女排 战了普胜 结果本赛季第一次面对强队 就输掉了比赛 张长宁开始感受到 作为队长的压力 从沈阳到南京的飞机刚落地 张长宁就给家中的爸爸打了电话 输求之后 对于张长宁来讲 家是他化解失落情绪的最佳地点 输求也是正常的 尤其是对吧 这个心理生存也应该承受 关键是就是输外球以后 一定要明白 我们沟通的呢 也就是在这个方面 在鼓励为主 我是出生在一个排球世家吧 我爸爸是排球教练 一个是耳濡目染 然后我觉得我打排球也是 步一步意料之中的事情 比赛各方面 他自己该做的还是必须做 但是现在身份转换了以后 他责任会更大 肩上担子会更重 因为就是说 他不光要管好自己 还要带动大家 这就是一个队长应该做的 张长宁家中的奖牌 记录了他的成长 在父母的眼中 这里没有冠军 没有队长 有的只是一个 常年不在家 又训练辛苦的 宝贝女儿 抓着铁铁了 你把掐死了 挂了挂了 我回去了 联赛第二阶段 未免冠军江苏队 出人意料的连续输球 张长宁在联赛的个人得分 也由前两个赛季的排名第一 跌出了前三 他应该起到这个队长的作用 但是队长呢 一个是给他的一个 一种锻炼 我觉得千万不能把他当作 当作一种负担 因为如果当作负担的话 反而他会觉得很累 打球会很累 从一个好队员 成长为一个好队长 张长宁还需要太多的魔力 来实现这种转换 八一女排 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 队中的女孩 有着军人的气质与作风 队长刘彦涵 更是具备特种兵一样的素质 因为强悍 被队友称为大哥 大哥在国家队的时候 先开始叫 因为大家都觉得他很霸气 他不觉得他打死一个球 很霸气吗 好球 很像一个大哥 带领着我们一群小弟 在场上 小的时候我可能并不太会玩 但是就是看到他之后 我觉得会有很强的一种兴奋感 能每天打排球之后 我觉得就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每天都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一件事 刘彦涵是一个队排球 有着极致追求的女孩 中国女排有着光荣的历史 她最大的梦想 就是能进入国家队大球 应该是先到一队 然后再到这种国字号 然后再到国家队 我觉得其实自己还是 但是从小有怀揣这个梦想 作为主攻手 能够代表国家队 到奥运赛场为国而战 是刘彦涵奋斗的目标 然而中国女排人才积极 主攻位置的竞争 尤为激烈 分拆成这种小的目标吧 我觉得把打好今天联赛 就是最现在一个小目标 那么后面呢 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去 能够有机会再重返国家队 或者说再去冲击这个奥运会 那我觉得也是从每天 一步一步踏实中过来 然后目标和想法是一定有的 还是一步一步帮忙地去实现 其实刘彦涵 曾经在2015年入选过国家队 并随队获得了 女排世界杯的冠军 然而李约奥运会 在出征前的最后一刻 他却没能获得参赛的机会 我觉得其实当时也是 自己做了非常大的一个努力了 我们每天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 拿汗水换来这个成绩 也是能够为国争光 我觉得这是我们 每一个排球队员梦想吧 我觉得这是我们为之奋斗的一个动力 也是觉得遗憾吧 自己没有能够参与到这个 更好参与到这个比赛当中去吧 李约奥运会后 刘彦涵更加努力 在下一个奥运周期 他依然将重返国家队 作为自己最重要的目标 临近春节 中国女排联赛 进入到白日化阶段 三天后 八一队将对阵浙江队 这是一场至关重要的比赛 球员在联赛的表现 是国家队选拔队员的重要依据 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生病 对球队和对刘彦涵自己 都十分不利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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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这就好了 这一车 这一车 就迷走 一车 这两个车 这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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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吧 觉得反正昨天反正也没太睡好 嗯 光还好吧 我觉得来训练的时候 然后就 只要能来练了的话 就可以 哎呦 蹭掉了 我就说刚才 你轻点啊你 不是 是它很滑 滑 你知道吧 滑点 嗯 肯定要有一个努力唱 肯定要有一个努力 所以说呢 这个训练练的并不好 质量 这种质量去打 明天一定会是很难受的 很难看 你可能人家充顶和发球你就崩了 这个时候谁能跳得出来 说谁我能站出来 这个球我来 全归我了 大哥很积极 一个人能打赢 浙江队一个队吗 再集结打赢 不得大家共同努力才能打赢 他这个阵容啊 浙江那个阵容 我觉得还是没有 能够到一个特别 最好的一个状态呢 我觉得整个的这个 整个动作的一个反应程度上来说 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慢 今天的比赛 刘彦涵拿到25分 球队也获得了胜利 联赛第一阶段 刘彦涵总得分排名第三 向自己的小目标 又迈进了一步 连赛第二阶段 因为因为之前在赛场上表现优异 刘彦涵被转回到进入四强的辽宁队 此去辽宁 刘彦涵渴渴望通过赛场的表现 更加靠近国家队的入选名单 小杠彦 小杠彦 走 现在到我们这里以后 因为时间比较短 首先要制定 包括二传跟一个传 要适合他的球 能把他个人的这种攻击力体现出来 相对来说 要比八一队的速度 肯定是要快一些 然后他自己也在调整适应 因为确实跟我之前的 这个节奏不是很一样 所以还是需要要磨合 离开熟悉的团队 和新队友 重新熟悉大球的风格 是刘彦航年名的主要挑战 而在一个国家队球员的成长过程中 这却是不可或缺的经历 其实他们也还需要 有更多的提高和真正的 在球场上的承担 大流也比较努力 一直在就是在磨合 之间出现的一些问题 一直就在我们在不断解决 往进去的那边去想吧 然后给自己一点时间 让耐心一点 我觉得肯定的 因为每天都会有一点难度 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 就去挑战和进步了 在女排的姑娘里 像刘彦涵这样 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的女孩 还有很多 然而残酷的是 能够站在奥运的赛场上 为无而战的 只有十二个女孩 每一个厂商位置 都需要从全国选拔到 最优秀的那一位 全运会后 慧若起决定退役 很尴尬了 车陷到泥里了 辉煌的职业生涯 让她在退役后 有很多不错的选择 但她却选了一条 并不好走的路 有压力的地方就是 其实公益是 现在来说是一个挺敏感的一个词 很多人想做公益 但是有的时候 做出来会遭到很多人的失忆 由于还没正式宣布退役 球迷还在期待 慧若起早点回到球场 他们并不知道 慧若起的身体 已经很难在坚持 高强度的训练 慧若起退以后 没有去做教练 而是将围绕排球的公益事业 做为自己的未来职业 她的选择有些出人意料 我觉得就是别人的评价 或者怎么样 对于我来说 可能现在都是小事情 更多的就是 我知道自己现在在做什么 或者我做的这些事情 是有意义的 我觉得是 更让我觉得很高兴 对于我来说 就是体育是一份事 不管你是不是永远在一线 在第一冲锋陷阵的 这个为国争光的集体当中 你在别的领域 它同样是一份事业 希望就是自己 一线的这个场地上面 贡献完之后 我还可以同样的 能够在这个体育的基础上面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贡献 你跟我一起发肥皂 你发洗手液 然后你发衣服 衣服 从这儿发 这边够多少就多少 对 你给小的朋友 你几个也是有 有玩具吧 有玩具啊 这还有衣服呢 这是小玩具 这里有两百的 她来这里并不是 我们说物资的多少 而是给孩子们带来了 精神上的力量 一种精神上的支持 我们再来教一下 大家传球的动作 那传球呢 我们把两只手先张开来 对 做成一个球状 会包住球状 然后两个大拇指 对着自己的眉心 就是眉毛 往上一点 对 往上一点点 对 这个地方 手心特别标准 希望呢 通过这次活动 能够让大家更喜欢学习 更喜欢运动 好 我们喊一个一二加油 好不好 好 声音要大哦 一二加油 在孩子们的世界里 这个漂亮的大姐姐 带来了她们 从未见过的玩具 多年以后 她们也许不记得 贿赂琪这个名字 但也许记得 曾经被一个 个子高高的大姐姐 分暖过 离开球场的这段生活 惠若琪很享受 与这些孩子 接触的时光 行中最忙的时候 我可能八天的时间 我往返了北京三次 离开青海 惠若琪又去了很多学校 开展公益项目 体育场外的工作 对于一名 刚刚退役的运动员 一切都要 从头学紧 我经常说 我说就感觉 还是打球简单 因为你不擅长 我就会觉得很难很难 但是我觉得 每一个运动员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可是就是 真正到这个过程来的时候 有的时候 我会感觉抓耳挠塞 或者是 你有一些想法 但是你真正到落地的时候 你会发现 没有事情是 这么简单的 然后有时候 我就跟我队友说 你们好好珍惜 你们现在打球的时光吧 我跟你说 以前的时候 我也不相信 打球是最简单的 我现在告诉你们 真的打球是最简单的 转型的道路 并不容易 惠若琪 就像在球场那样 稳稳稳 勇敢地 不断突破 在惠若琪离开球队之后 本赛季江苏女排的成绩 并不离想 作为当前球队的队长 宇何欣 张长宁面对着巨大的压力 我觉得吧 还是困难准备 没有做得太充分 主要问题还出现在自己身上 所以才有更多的小区总结 下午的训练 从三点半开始 为了打好比赛 做一个好队长 张长宁在训练中 暗暗地较劲 快快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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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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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张长宁要挑战自己 最大握推重量 120公斤 当年姚明在NBA的握推重量是 150公斤 张长宁的绝对力量 在世界范围内的女运动员中 也是凤毛麟角 太好了 女排运动员的握推重量 一般在80公斤 就可以应对国际赛事 而张长宁突破了120公斤 本赛季张长宁接替慧若琪 称为球队的旗帜 这个荣誉的背后 要求他更加努力地训练和备战 爸爸一直给我灌输一个概念 就是你训练如果不认真 你比赛时候你发挥不出来的 你只有训练认真了 你才能在比赛中发挥训练的水平 所以可能平常训练的话 自己也会相对比较投入一些 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 每天进步一点点 然后我希望的是 自己能比自己更进步一点 一直抓一个 抓一个 老婆慢一点 慢一点 慢一点 好 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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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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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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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是8点半到12点 下午3点半又练到了 像现在是6点24分 张长宁的个人训练 做得足够优秀 但是做队长 他还需要更多的去 克服自己的弱点 带动队友管理球队 主要是队友大多都是同龄人吧 所以有的时候 我更多的是一个朋友的角度 去给他们提意见吧 我觉得可能在这方面 还是做得不够好吧 当队长确实是在场上 应该更狠一点 接着没事 那个硕 긴장θ 那个是 讨厌计划 那是 球队成绩出现下滑 原因有很多 作为队长 张成宁十分自责 我觉得竞技体育 大家没有谁不想拿冠军 全季大家目标肯定还是在那边 作为队长的话 一个还是在球队困难的时候 能够站出来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平时吧 他其实平时天天还是 过着的看上去 大大咧咧笑嘻嘻 但是平时其实在房间当中的话 他还是会受一些困扰的 但是他还是特别坚强的 就可能有的时候 不会在大家面前哭吧 因为像有时候输球了 或者是说自己打得比较不好的时候 其实内心很沮丧 但是不太想让大家看到 所以有时候会自己 可能洗澡的时候 去抒发他自己的情绪吧 联赛半决赛 对阵上海队 此时球队已经到了 即将被淘汰的边缘 五场三胜嘛 现在也是一比二落后 所以后面这两场比赛 也是就主观重要 还是肯定是要进去 没场球的胜利 队伍今年应该说 还是比较困难的吧 就是在连续输球的时候 其实各方给他的压力 还是比较大的 不管是队伍还是队友 因为对他都是比较寄予厚望 所以对他 无形当中给他的压力 就比较大一些 今年也是不断地 教练领导也是有不断地跟我说 作为队长 希望我在队伍困难的时候 能够站出来去做这个核心 确实今年队伍困难的情况比较多 包括第二阶段连续的吃败仗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 我应该要更快地站出来 包括顶住很多的压力 我应该要打电话 能够站立地 我应该要是邱志文 会要打电话 想要是邱志文 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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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带着火气去打 但是我们会带着我们的憧憬去打 这场球我们还是很想去赢的 肯定会有一点 然后包括最后一球打完之后 上海队那边很兴奋 他们进了关亚 我觉得所以心理肯定还是会有点适合 这赛季给自己打60吧 因为这赛季起不太大 而且包括今年一年做队长 然后也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带头作用 在球队关键的时候 核心作用还是不太够吧 我觉得打60也是为了第二年 能够有更大的潜力吧 今年的联赛 见证了一个队长的诞生 但离优秀还有不断的距离 张长宁的队长之路 还要面对更多的磨练和考验 2018年7月1日 世界女子排球国家联赛总决赛 中国对阵巴西 刚刚开场两分钟 女排队员袁欣悦 就因手指受伤而被迫离场 赛场上的一个闪失 都可能影响到整个比赛的结果 对于核心球员更是如此 2017年 世界女排大奖赛总决赛的半月赛 中国对阵意大利 场面十分胶着 然而在比分落后的关键时刻 朱婷却在救球时 摔倒在球场上 一个球过去之后 然后他和队友救球的时候 撞到了手腕 然后也是撞到之后 表现得比较疼吧 所以当时看起来表现比较痛苦 所以大家多位上去了 就问他怎么样 还好能坚持吗 他个人是比较想坚持 但是大家都希望 他能下去稍微还一下 中国军 加油 中国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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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中国队输掉了比赛 但球迷却感受到了 这些女孩无人身上的女排精神 我觉得女排精神 就是一天天积累的 每天的学内科都是刻薄 然后认真 专注 是每天每天积累上来的 大家所说的女排精神 做到的就是每天都要认真努力 不论是你在取得好成绩的时候 还是你在低谷的时候 都要努力完成每天的工作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 对事业非常认真的一种态度 美国队最终拿到2018 世界女排国家联赛的冠军 但这个赛场上的姑娘们 都为最终的胜利付出了努力 竞技体育的结果固然重要 但与冠军等同的 还有坚持与努力 以及竞技精神的呈现 2018年5月 会落起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赛场之外的人生正式开始 张长宁一如既往的刻骨训练 细细地品味着队长的担当与成长 通过联赛的游戏表现 八一队队员刘艳航终于成功入选国家队 在赛场上下 每一位女排姑娘都在坚守和捍卫心中的热爱 也正是几代女排姑娘的这份坚守和热爱 让每一位中国人想起中国语牌 都能感受到荣耀和自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